现在比较发现的就是一点挺重要的就是承担责任 责任感 这个男人责任感 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婚姻真的是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他们俩曾经是多少人眼中的恩爱夫妻啊 在采访时满眼都是对方 但是遗憾的是 赵丽颖和冯绍峰终究没能走到最后 在离婚之后 两个人各自的状态就备受网友关注 近日 网上曝出赵丽颖在离婚后有很多的追求者 还有一些富豪也在追求他 引发网友热议 赵丽颖虽然是草根出生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阻碍他前进的理由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他成功跻身一线当红女星 资源更是源源不断 前途也是不可限量 在遇到冯绍峰之前 赵丽颖是一个拼命三娘 他兢兢业业的拍戏 赵丽颖对影视的贡献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他才能在影视业上站稳脚跟 但又因为先天的外貌让他遭受了外界的很多质疑 但是他却选择在表演中下功夫 让那些攻击他的酸民闭上了嘴 我不明白 一个演员的价值 为什么要因为脸型而被定义 所以我只能默默地 在每个角色上下功夫 等待机会出现 大家都很心疼刻苦的赢宝 在遇到冯绍峰之后 他们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 很快就因系生情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也是在一起不久后就爆出了结婚的消息了 在结婚后他们每次上节目都会被大家问及他们的生活 再上快本时也不忘调侃冯绍峰 知否知否 应是一家三口 这时候的赵丽颖已经有了宝宝叫做想想了 因为赵丽颖在谢娜怀孕时有送跳跳翘翘美人一把金锁 所以冯绍峰上节目时还不忘向谢娜讨要金锁 当时的画面有多融洽 现在看来就有多心酸 而在赵丽颖坐月子后 赵丽颖也没有多休息 直接马不停蹄地继续工作 好剧场天事业 或许女强人已经成为赵丽颖的生存指南了 她停不下来也不想停下来 这也造成了婆婆的不满 婆婆一直不想看到尹宝这样强势的性格 经常有矛盾 而后又因为至少离多把两个人推向了离婚的悬崖边 矛盾激化后就火速离婚了 这婚礼的也算很平面 整个响子现在看起来 如果把它变成半圆直线的话 就很可以做 我老婆说你的设计太棒了 真的吗 特别喜欢 那你跟她想的是从她的写的 我来的 我是看着她写的 好 真的啊 安阳说她是按照你的 看到你的视频里面来的 曾经在节目上能看到冯绍峰 即使独自上综艺 但什么时都会和赵丽颖打电话分享 连不小心爆出孩子的小明 也要战战兢兢问老婆 可以吗 当安娅设计了一个很好看的想想图案 时也会向老婆抱贝一下 坐直升飞机时也都会激动的 像小孩子一样跟老婆表达喜悦 但是如今却成了两家人了 唯一的桥梁也就是想想了 恢复单身的赵丽颖在一档采访中 提出了自己的二婚要求 那就是要有责任感的 为此遭到了不少圈内的富豪追求 更是扬言可以接受他和冯绍峰的儿子 不得不说这也太深情了 但是赵丽颖并没有接受 在他看来当下最重要的事 是做好工作和陪伴孩子 所以有网友钻控字喊话 赶紧复婚嘛 那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会